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李先生是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真的回答不出来 我是希望节目组的人过往的这个往事 能不能就是帮我这边梳理一下 我是觉得他对我曾经的伤害挺狠心的 要让我消除这个真的是挺难的 我是挺犹豫的 挺矛盾的 是一个矛盾的感觉 对 没错 面对妻子现在的复婚请求 李先生非常的犹豫 但意外的是 一年前他也曾提出过复婚 而那个时候不同意的人是前妻 听上去 李先生和柯女士 似乎都后悔离了婚 既然如此 他们为什么要在复婚问题上如此纠结呢 当初他们又是怎么走到离婚这一步的 应该说是婚姻走到了七年滋养的这个过程当中 生活中的很多琐事造成了我们 我在生活上是一个包揽的生活上所有事情的 就是包含小孩的照顾以及学习 我的工作等等都是我一个人处理的 生活上的事就更不用说了 他回来可能门一打开 我就一碗汤盛好端在他的前面了 他的早餐永远是五股杂粮的标配 是他要求你这么做 不 是我自己愿意做的 既然是自己愿意做 为什么你会为这一点感到不舒服呢 在自己业蕾之后 然后当 因为大家都觉得你好能干 你包含他的同事也会说 你怎么娶了一个这么好的老婆 但是当我看到别人 没有我能干 没有我贤惠的人 得到他们爱人的肯定和褒奖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永远不被重视的时候 就有心理误常 他的不肯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 比如他的生日 我制造了所有的惊喜每一年 但是我的生日他几乎没有记住 比如说我会在生日前一天 我说老爷我暗示你一下 明天是我生日 他说好 然后第二天我什么都没有等到 我刚才没有听错 你对他的称呼是老爷 老爷 我一直从结婚的时候都是这么叫他老爷 为什么 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泥昌吧 坦白说了我自己 我没有哪一年我记得我自己的生日 我不记得我自己的生日 我也不记得他的生日 你记不记得他都记得你的生日 记得好像有一年你也有给我买一个手机 这点真的是毋庸置疑的 我从来不回忍 包括我原来的同事也都一直说 我找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婆 我为他过的第一个生日 我提前一个月准备 邀请了他公司部门十几个人到我 到我们家来 而且跟他们协商好了 把他安排在最后一个回家 让所有人来为他祝福生日 惊喜 对 他回到家之后 他很感动 但是他现在已经忘记了 oby那已经忘记了 我保重